大家好啊 歡迎大家來看我這條政論 因為香港的強積金 我個人就過了很多歲了 所以已經拿回了 早就已經比較幸運 近來不斷跌了 這兩個月好像回到過零月的期間 但是呢 兩成三成 他一年見了兩成三成 這已經是恐怖的事件 如果年年不見兩三成 那你過了十年八載 現在四十歲 五十歲 離開了香港 準備去移居英國 用BNO那個資格 等五年 這樣 如果多五年 多五年未必還給你 還是很有趣的 是不是 未必還給你 但是現在就不給他了 就說他不是永久離開香港 用BNO移民 那擺明是移民的 都是說他不是的了 當然啦 這些情況呢 非常之 令到部分已經走的香港人憤怒 據說許正宇 商務部長去英國 在旅行 辦了事情的時候呢 叫那些人來香港投資 有香港人衝擊他坐駕車的 是不是和這件事有關呢 不和那些關係都有點關係啦 起碼要臭罵他一頓啦 還有呢 有些容易出聲的啦 要國會 因為是匯豐嘛 其中一個重要的強積金持有者 我以前都是匯豐的附屬的公司做強積金的 非常之差的 還有就是呢 為什麼強積金貼得這麼厲害呢? 你擺債券都沒有理由蝕息的 是不是? 基本上你沒有錢賺的 這樣很明顯啦 因為投資了很多中國的 中國的基金責權 香港都糟了 是不是? 三萬點變成兩萬點 現在幾乎上升了一些呢? 那都是的 這樣的情況 你使得那些移民的人 是很想拿回那些錢 而且很擔心呢 不拿得回五年後 拿回十年後 五年 理論上如果正式拿到英籍 那就永久離開香港啦 都可以不承認的 為什麼呢? 一個邏輯很有問題的 那個 強積金的條款 大家如果供一個強積金都知道 我也記得啦 你是要在香港 所以你要工作 怕你將來老了沒有錢 要你工作在香港賺錢 就麻煩你儲起它啦 儲起它到六十五歲就給你啦 幫你接觸啦 我的經驗呢 都是虧了的 非常之不滿的 我現在脫身了 這件事基本上就好像交稅一樣的 如果交稅反而簡單啦 因為交稅就沒得給你啦 現在不是 現在好像最近還要提高那個儲 供款比率 因為其實只有一個理由而已 因為計劃來數以後 沒有錢的 那到時候 大多數人不可以依賴這件事 退休 唯有現在叫你供多些 最糟糕它一沒錢就打這個強積金 這麼大的錢幾百億幾千億的錢的主意 那好吧 就不走那些就面對這件事的啦 是不是 但是你說何惠之 永久離開一講 它沒有一個法律的標準的 沒有的 那它只是一個指示來的而已 一個條款來的而已 有官司打的 你問我 是不是 但是問題呢 香港人呢 似乎沒有一個人 就為了十幾二十萬人出去打官司 那唯有就施加壓力啦 向這個 向這個英國政府 但是呢 最近這個《華爾街日報》呢 一篇文呢 幫過籠啦 就是不要的 夠誇張啦 本來呢 就側側駁大家 欺負你這幫人很欺負 就拿了你的強積金就不給你了 整天拖 匯豐合作這樣 其實去吵匯豐可以的啦 英國叫英國的議員 因為他在英國上市的 可以動他的 那這個就當然啦 我就沒有什麼關係啦 就是 只不過呢 我就要看到這個《華爾街日報》這篇評論呢 那就令到香港呢 就是積金局呢 很不開心啦 叫人家收回他啦 刪文啦 說他誤導啦 創意信息啊 諸如此類的 你可以去《華爾街日報》登回一段廣告 看看人家會不會再做一篇社論給你看啦 我覺得他是合理的 這些社論這樣說你 是不是? 因為他的形容呢 就是報復香港人移民英國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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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像要贖金那樣 拿了別人的錢呢 要脅別人不要來香港這樣 強留香港 強留香港留港 當然啦 這篇文章還沒有下架的 還要付錢才能看到的 我沒有看過 但是看那些報紙介紹差不多啦 大約我知道的 你說完全正確 就正如香港那些經常用自己的邏輯去解釋 然後就說人家弄道 比如說 審案我們有法治啊 我們《國安法》是很斯文啊 我們香港當然知道是另一回事啦 那你 你知道代入去 你就想知道這次有人 那些錢我供的 那你竟然中意就維持著我的錢 不知道什麼時候還給你 它現在說呢 因為不承認BNO 就是旅遊證件 它用BNO出境呢 這樣呢 去了英國呢 用BNO身份逗留在英國呢 不當你是一種移民喔 那好笑啦 如果英國當它是移民 這樣行不行呢? 其實就應該行的啦 其他移民你都可以不相信它真的是移民的 你將來走回來香港 拿我們福利啊 這樣 又好像不是喔 你又不派那五千元 當它離開了香港 就不派那五千元消費券給這些人喔 那你自己不是很矛盾呢? 好了 還有 我們撇開了這些法律的東西 你是很不友善喔 對這些還是香港人 因為它一輩子都是香港人 它喜歡就回來了 那你還想說招攬一些人才 那你是不是要看它有沒有錢呢? 有錢就什麼都可以 沒錢呢? 那你留下還有些什麼錢 香港就充公了你呢? 那人家的感覺 《華爾街日報》就是 它當然是Hong Kong is tired 中國是這樣的 中國傳了人民牌 不一定是拿回來的 你買了樓 買了債券 也是拿不回來的 有拖母親 這是中國的常態 所以它說香港的強資金都是這樣的 我想 我完全覺得這個推論合理 香港那幫人不違背香港的利益 到時只需要阿姨暗示一下 你不要給它了 那他們就是不給它了 匯豐都是這樣的 其實在合約來說 有得爭論 但是它不會根據它的邏輯的 法律要求的 其實法律沒有特別要求什麼的 這個法律要求是說它離開了永久 你就要給它 那如果它 我宣誓了 以後都不會拿香港福利了 我真的離開了 或者我順利就是留英的了 那你應該給它了 讓它多些錢花 那你不能夠懷疑它幾年後 花完了 要回來拿你的福利 所以你不肯給它 它不是這樣的邏輯的 不可以的 就算是這樣就怎麼樣 就算是 到時給它一些福利的救濟 那個是香港人 調動困難的時候 是不是? 那我一向聽過有些事情 回大灣區我會拿回來的 強積金 我回大灣區隨時回來香港 應該很遠的 不是說走就走 說回就回 走得的多數九成是不打算回來 回來也不見得它沒有錢 要拿回你的強積金用 到60歲要靠你給它綜援 如果它是壞了 好像星島日報那些 說香港那些在英國多慘啊 生活不了啊 我在英國住過啊 我告訴你 如果同樣是 同樣是生活不行 要拿政府救濟 英國政府給 所以它不用回來的 用什麼回來拿香港中援呢? 不要想到這個小家中 人家不是這樣 人家的國家不是這樣 而且呢? 你去到香港那些人 都不是這樣想 一定不是這樣想 任我選擇 壞了我都不回來 因為那裡都有夠制式的福利 不會低得過你香港的中援 家屋大過你啊 他們一樣有公屋的 它不會讓人家居住 不用你等十年都想不到公屋的 是不是? 那你這麼少人心術做什麼呢? 香港政府 所以人家那篇文就說呢 是報復你的 報復這些人 用強能充公你的財產 報復你們離去香港 是不是? 那當然是說它用途了 究竟那天說什麼呢? 我們很熟悉的 這是2011年發表的 不承認BNO作為有難券之分證 那我就知道了 那怎麼辦? 這些是它的邏輯 因此強行資金計劃 承諾計劃成功以外是BNO 或者其他的相關簽證 再往香港的理由提早提早這些證據 是不能接受的 為什麼不可以接受? 首先我不明白為什麼不可以接受 因為英國政府你看清楚這個計劃 如無意外 它的確是至少九成九 它是不犯法 不做什麼事情 不是共產黨員 那麼你幾年後 它是真的會留下的 那麼它可以用這個方法去英國 你說它不是移民身份 你說它是BNO 離境身份 什麼好呢? 它事實 我們看事實 法律其實是看事實 看substance 不是看形式 看事實 那事實就是它是準備永久離開香港 是不是? 所以如果它是因此而申請 合情合理合法 你就應該給它一些錢 而不是流難它的 很大程度 你因為不承認BNO是在流難它們 是不是? 那人家不會理解你流難它 或是說你搶那些錢的 共產黨當然是共產的 人家的圖像是這樣 縱然它是有一點點誤解也好 或者我們那些人沒有那麼害怕 難道你幾年後還給我嗎? 那麼我們幾年後才知道 是嗎? 我都不能夠今天就斷言它 將來共產了你的強積金 但是你拖幾年 再拖多幾年的時候 年年虧幾成的時候 給你都花藥費了 就是這樣 香港政府現在做到很差 對於離開香港的人很差 當然有些議員在那裡吹波助瀾 在那邊多多說話 又說這些人很差 又說想不讓它走 我不理基本法的 基本法是沒有出入境自由的 就是有出入境自由 那很多人傳 結果都不是事實 就說封城 我都暫時相信它不會封城 那根據美國的國務院對香港政策法的報告 他們的評估香港還是有出入境自由 資金流動的自由 是有的 所以暫時還可以當它和香港是不同的地方 這個是香港是不差 這個是補來的 你是不是搞了它 我就不理了 是不是? 我就不理了 我也都不能夠什麼說了 會不會引起香港人恐慌把所有的錢提完 然後買了一雙雙美金放在家裡呢? 那這個我都不希望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勉強一點會相信 是不是? 要相信的 香港政府就當好 不找那麼噁心 香港有多少錢呢?幾千億 幾千億美金而已 貨幣也是 窮起來 我不會有很多人這樣說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要知道就算是大饑荒 那些農民都會留下那些谷種 為什麼呢? 明天要播種才可以再生 生存 所以幾窮幾肚餓都好 都一定留下那些谷種不好 即是饑荒過後 那它又可以播種了 香港就是中國的谷種 即是無疑整個中國很窮 流用很多錢 流用部分都不齊 流用真的是流用的 必要時要在哪裡都會回來 塞回香港這個環境那裡 撐著這個聯絡會 撐著香港的經濟 本土即是基本的經濟 我個人都有這個信心的 基本上我的評估 當然我可以錯的 我絕對不是以我的標準提議你們 不用怕 我絕對不會這麼說 因為每個人的評估都不同 如果你怕 那你真的換了美金 還有呢 都不能同 現在我會建議 給壓力匯豐和英國訴訟他 因為他是英國銀行來的 其實他是 在英國打官司 要他給強之針 那些持有人 用class action 即是英文 一時講不到中文 香港叫representative action 即是找一兩個人做版 一個人去做告 究竟他有沒有權不給錢 BNO持有人去用BNO的身份 因為英國說明這個不是改變聯合聲明裡面哪一個定性 英國的解釋就是這個是一個移民計劃 就是說我給BNO持有人一個較寬鬆的移民條件 其實現在一切都沒有改變 中文聯合聲明沒有改變 這個依然是旅行證件 那你說因為它是旅行證件 所以很矛盾 我現在不是因為它是旅行證件 不是旅行證件 它是BNO走了 很不愛香港走了 如果你恨它 不要說這些話 它是不是準備永遠離開 只有一個標準很簡單 它是不是準備移民 移民就永遠離開 是不是 現在那個是移民計劃 英國政府說了 你多討厭它移民 你多討厭它不去香港 都好 你都要承認它是走的 那些是它的錢 就要給它 是不是 希望香港政府積極點去想這件事 客觀點去想 不要再破壞香港的名譽 人家這樣說 真真假假 就不見得你一篇文就可以了 就是叫人 好像沒有人家都不理睬你 人家都不理睬你 人家都不理睬你 人家這樣做那件事 你說是假的 我再等幾年看是不是真的 因為最大件事就是 到它去五年 真的拿了一個BC的時候 你一定要給它錢 它真的來香港了 但是不應該到那個時刻 你看到它是拿到的 差不多的 或者甚至是現在 它用這個BNO移居英國的條件去 正確證明同時它已經住在英國了 給了地址來的 據說是 給了地址 給了 子女都讀了書 我都在上班了 在英國 那它都說人家還不是 就不肯給那些強制金 這個就是不通了 是香港政府完全一個不通的 而因此被人炒作 《維家日報》炒作 人家有權基於一些這樣的事實 作出一些這樣的推測 推斷 是你做得肉酸 是你對香港人不疑 人家看不過眼看不下去 所以就出一個這樣的文章 就為香港人申冤 指控你 你準備供香港人的錢 現在先供走了那些人 跟著你留下的那些也供了 我不敢說是真還是假的 我不會像香港政府幫了口 雖然我 如果我知道它是真的 我走了 我覺得它不是 沒有那麼衰 還有空間 我們留下的好 怎麼都好 甚至是走了那些都是 它覺得拖了我幾年而已 我不緊張 不等容 算了 儲在這裡 希望將來升值 反而人家個人看不過眼 人家有權看不過眼 也有權懷疑你 是不是? 你對香港有什麼壞事沒有做到 歸根結底 你就做得太壞了 對香港人 是不是? 這件事本身是做得很壞 很討厭 很無道義 也都很不顧香港人的感情 走了人的感情 是不是? 那些人 我都希望他們回來的 有些人 我們鋪底相見的 不過 越來越渺望 難免覺得 多謝大家